这个星期天气稍微回温 不过受寒流余微的影响 各地脚板温差还是很大 星期三开始又受东北气风影响 迎风面东半部水气增加 又会变成是又湿又冷的 阴雨天气预估会影响到元旦跨年 因此如果想要安排跨年活动的民众 除了保暖带雨聚之外 也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看不见曙光 2022的最后一周 这周末即将迎接2023 受寒流余微辐射冷却影响 尽管天气较上周回暖 不过早晚温差仍感受明显 气象局也针对五个县市 发出清晨非常寒冷 有6度以下气温的陈设灯号警示 提醒民众注意保暖 整周来看 其实在花莲这个地方 都是一些水气多 然后在31号的时候 跨年的时候 温度其实相对的比较低 水气多 所以如果要去跨年 要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保暖 雨聚也要期待 然后1月1号我们可以看到 水气还是蛮多 低运还是蛮多的 所以可能要看到 在东部花莲这个地方 要看到日出 可能就是要看看运气 今天东北风减弱 温度水气还没那么多 所以今天阳光可能还蛮多的 但是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午开始 就会受到另外一波的 东北风的影响 然后到29、30、31 整个温度 其实都不算太低 大概都还有18、19度 但是晚上 早晚天气就会比较凉 你如果要出去跨年 要去活动 尤其是周末有三天的廉价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要出门 要出去玩 大概就是要攜带雨具 如果你又要去跨年 晚上更吹风 又下雨的时候 温度可能感觉更低 所以你如果 真的要出去跨年 或是去看日出 保暖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周三起 东北季风又将再增强 并带来水气 预估将持续影响到周末跨年 东部及东南部 预计将是局部短暂雨 以及低云的天气 到元旦过后 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阳光才有机会露脸 有计划安排跨年 看曙光民众 记得保暖被雨具 要有看不见曙光的心理准备 接着长方燕华林士报导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